肖亚轩去年被爆 因准备专辑压力过大而怪病缠身 为了调养身体 她放下手边所有工作身影起来 近日却被流传是因为感染艾滋病 才提供专心养病 网络留言太过分 也让肖亚轩团队赶紧出面回应假的 肖亚轩暂停活动后 网络留言五花八门 去年就数次传出她染上艾滋 在积极治疗中 据媒体报道 肖亚轩团队再度否认传言 严正表示 其实她好早以前也被这样炒作 被人黑过 我们一直有在请律师处理这个事情 对于最近突然又冒出的传言 团队表示 一样会交由律师处理 谢谢大家关心 事实上 今年四月 肖亚轩成短暂露面 PO出自拍照 向粉丝问候 胶片中 她将头发染成蓝紫色 整个人患然一心 贴文曝光后 立刻引发热议 大批粉丝 忍不住留言 表达想念知青 期待她赶快回归 带给大家最美的Elva 黑白油乐 整理报道